场地滴水,比赛暂停,记者春智取舍 记者年秒云桃园报道,目前战区龙头的玉龙金在桃园巨蛋与桃园正面交锋 但比赛进行到第二节还剩二分钟左右,却出现屋顶漏水的情况 比赛暂停,玉龙战以37比32领先,暂停了将近一小时又二十分钟后 确定因比赛场地状况不佳,保留比赛则日在站,这也是SBL史上头一遭 比赛将顺延至3月27日晚间7点于新庄体育馆举行 由于屋顶漏水直接落在球场中央,为了球员安全只能让比赛暂停 主办单位则紧急抽水,希望能恢复比赛 而桃园市体育局局长夏金金也已联络厂商到场进行后续处理 场地滴水比赛暂停,记者称至取舍 场地滴水比赛暂停,记者称至取舍 场地滴水,记者称至取舍 场地滴水,记者称至取舍 双方总教练与裁判工作人员讨论场地状况,记者称至取舍 双方总教练与拦截讨论过后决定严赛,记者称至取舍 也可以称至取舍 西周 clapping 阅 双方